好 今天在長雲村這裡向上行 我們去青茵山那裡看日落 現在是4點多一點 目標是日落時間前 即是5點半我看過日落時間 希望5點半前我們去得到 今天要設置腳要拍照 OK 好 現在走路走 應該在前面的位置差不多了 就要上了 應該在這個艇上 好 這裡停 跟著 跟著 對 跟著上 兩邊都行 喜歡走平路還是走什麼 走這些路好嗎 走這些路 走這邊 兜著走 什麼停啊 又是回歸紀念停啊 我們跟著直走 我們跟著直走 直走 自便直走啊 不要向下 他有指示牌 對 野生區2 好了 去到這個 在右邊 我們繞遠一點點 這麼多多個而已 對 這裡上了那個 廟 桃 山 上面有觀景台 再看觀景台 這裡 走在大鑽窿 那裡 就到那個 5號觀景台 我們想看看那裡有沒有機會 是 拍得更漂亮的位置 怎麼樣 怎麼了 好 封了 我們走這邊 這樣就 不行 不行了 觀景台 觀景台 看看吧 這邊還沒到 應該要到那邊的位置 比較漂亮 應該要遮著那邊 對 應該前面 我們要到前面 好 好了 稍時停留出發 上來 先來 這裡已經看到了 已經看到了 好 少少了 看看 慢慢的很久 這麼漂亮 這裡這個位置 很漂亮的 但是去過靜點 地方更漂亮 我們向前走 我們去2號觀景台 對 是 好像餅 那隻手 好像餅 好 好 好 看看現在 這裡沒有尾巴 其實這裡有些山路 但如果沒有安全一點 我們走 這些 走一些 食級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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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前面 有個位 嗯 都是很漂亮的 都是很漂亮的 位 沿路呢 這個時間 很多 先離不上 那 就 找位 不是 不是 很容易找 哎呀哇 我的口罩 我沒有戴上去 走啦 走啦 慢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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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可以在這裡 一邊踩下去 是 是 是 慢慢下 我先走 讓我先走 等它減慢 OK 我先走 好啦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走 那這裡是鏟出去的 應該就會靜一點 現在看到一個非常開心的地方 那 不要理會 那我現在已經出了少少條山徑 但是不要理會 因為中規呢 都會落到 那個 一條 我看著 香港女祖老師的 中規都落到一條 呃 啤色那條路 那我相信應該不是沒問題的 因為現在看著條路很清的 一路是上面條路 看一下 是否那裡有個 那裡有個 那裡有個 是呀 是呀 看到那個洞位了 是呀 我就看到那個洞位了 條路有點難 條路有點難的 是呀 那裡教都是 捐這個洞位走的 走出去的 嘩 那個開陽一點的 是 這個洞位 要走出去 你不用這麼走 嘩 我真的很害怕 好怕 好怕有蛇 有怕有蛇 有怕有蛇 蛇怕你多於你怕蛇 嘩好漂亮喔 好可行 好遠一點 好漂亮 嘩 多開陽 含量? 對,對,對 含量風險在土場上下,就OK一點 我看到師兄已經在這裡設置了 那位置是完美 完美 對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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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對,對,對,對 對,對,對 對,對 對,對 我們Stay了 由5點 3 左近 Stay 在這個位置 到 這刻 接近6點 那 剛好燈開始亮了 暫時就不打算走 因為想拍多個夜景 那 景色真的很漂亮 對,那我建議大家 可以試試跟我的線 但是下那些印素道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那可以再看看 OK 月亮已經出來了 希望鏡頭包袋一套 那剛才日落那一刻 真的無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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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Stay久一點 看到直 希望有一兩張夜景漂亮的景色給大家看看 現在已經下山了 那最後那些紅霞都沒有了 正式夜景 那 嗯 那 時間是多少 我見了三兩 剛才說 有些紅霞 差半個小時都未夠 那 其實你拍黃昏景就要很快 那 那 題就是 凡是要去這些 拍這些夜景 那 黃昏 那 一定要拿紅色 燈 因為沒有頭燈你很厲害的 那時候你真的很想很想很想拍 拍多一點點 這樣 剛才也是這樣 拍多一點點 就是過了中 就是很暗的 因為那天 尤其是現在是冬天 所以一定要小心 這個就是 管理那個 小餅的角色 終於留下的 那 那就預備出發了 路面看不到 那 除非有特別的東西 要不然就 稍後下去 更乾的地方才總別 OK 好啦 現在我們到了 出來了 唉 今天來說 很特別 我覺得一路走出來 那 那 橋山路 以為 晚上 就沒有人走 因為晚上 我最少從 剛才那個 觀景那裡走出來 最少碰到 十個人 應該有 十個人 很多 街坊走 很奇怪 可能 有些還上山 黑快才上山 我猜可能有人拍 橋橋 因為橋 真的 晚上拍照應該很漂亮 這是第一個 那 有些我覺得是 像在街坊 那 其實來說 都OK的 其實條路很OK的 所以 剛才 拍完 整體來說 我覺得條路是 非常純粹的 那 我只能休息 夜晚走都 都OK的 就是他位最好 那 那 望昏來拍 橋橋 真的 perfect 無敵 真的 那 夜晚來拍橋 我相信有另一番風味 不過 就要小心一點 呃 OK 很漂亮的 不難走 絕對 不難走 如果 覺得困難 可以去到 2號 觀景台 就 拍照就可以了 那個位置 沒有OK 其實 不用像我們一樣走下去 只不過是 人太多 你拿不到景 那 唯有去一個 靜點的地方 那 今次 是 由 五點鐘 到現在 七點兩鐘 真是 大爆 大一幅 整個景 真是 非常大滿足 那 推介給大家 喜歡的 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見